接下來要上的東西 我會上 但是大考試 連考程度的考試沒考過 有兩個 一個叫乾旱 乾旱 大考試沒考過 乾旱是什麼意思 不下雨 在台灣地區 多久不下雨 叫做乾旱 20天 每天的雨量 小於0.6公里 剛做沒下雨 連續20天沒下雨 就稱之為乾旱 50天的 叫做小旱 100天的叫做大旱 就是台灣的旱在定義 20天沒下雨 日雨量在0.6公里以下 OK 沒下雨乾旱 基本上台灣來講 從氣象條件來看 南部 容易鬧旱災 因為南部有明顯的乾旗跟雨季 冬天的雨水很少 所以就特別容易鬧旱災 所以中南部 比較容易鬧旱災 冬天的頻率比較高 這個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雨量分布的關係 我們冬天 從10月到第2年4月 雨量都很少 雨量都很少 所以會容易鬧旱災 所以在氣象條件上來看 中南部容易鬧旱災 冬天容易鬧旱災 因為它的雨量分布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乾旱的狀 頻率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 北部東北部地區 在冬天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而南部呢 因為過不去 過不去雨量就稀少 不要稀少 10月到第2年4月雨量都很少 所以呢 就會乾旱 沒有水 所以河川的水就會減少 水庫的水也減少 就會拉緊爆 拉緊爆 OK 這個叫做老天的條件 老天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容易有旱災 還有人為的條件 人為的條件 過度砍發山林 水土保持不好 土石都沖到河裡 流到水庫裡 讓水庫淤積 水庫淤積了 就不能夠幫我存水 就不能夠幫我存水 我能夠抵抗 旱災能力就會下降 這是人為因素的影響 而且 你亂砍樹 亂砍樹 沒有樹 亂砍發山林 就沒有人幫你涵養地下水 如果有人幫你涵養地下水 老天不下雨的時候 地下水可以提供出來 提供你使用 我們講過嘛 地下水可以補充河水 河水可以補充地下水 所以 你如果地下水不夠 那能夠幫忙呢 就會減少 這都是人為的因素 亂砍樹 生靈保育做的差 會造成你 讓旱災的可能性跟痛苦 會更加的增加 更加的增加 這是人為因素的影響 人為因素的影響 乾旱有什麼問題 最大的就是鬧饑荒 因為乾旱 所以種不了農作物 就鬧饑荒 你看到電視電視上播的那個什麼非洲的難民啊 肚子大大的身體瘦瘦的 鬧饑荒 鬧饑荒 沒有農作物 這最主要的影響 除了這個之外 民生 有人認為喔 停水比停電更慘 停電就不要看電視嘛 不要打電腦嘛 停水咧 不能洗菜 不能洗米 不能洗澡 不能沖廁所 覺得停水更麻煩 停水更痛 還有經濟問題 我們的台積電聯電 現在的台灣之光 為我們賺量大筆外匯的 我們的所謂的 前面的工業 半導體工業需要用到很大量 非常乾淨的水 你缺水它就掛掉了 你缺它就掛了 不行 所以會有經濟上的問題 有經濟上的問題 OK 那還有一個叫做 參考書喜歡考的問題 參考書 吹燃券喜歡考的一個問題 河口的魚蝦貝類 什麼時候最容易 Sayunana再見死翹翹 答案叫做乾季後的第一場大雨 冬天乾季的時候 水量少 污染物帶不走 留在河床上 突然一陣大雨下下來 髒東西全部衝到海裡面 海洋污染瞬間就提高 瞬間提高 就再見死翹翹 所以這段話的意思 第二年雨季 就爆發就始終了 所以參考書 所以你竟然問的問題 什麼時候河口的魚蝦貝類 最容易再見 答案叫做乾季後的第一場大雨 那我們怎麼樣去預防乾旱的問題 通常就兩招 一招叫做做好水土保持 該種樹的種樹 不要亂砍的不要亂砍 然後呢 讓人呢 幫你呢 去幫你去涵養地下水 第二招呢 就是所謂的興建水利工程 興建水利工程 所謂的興建水利工程 大部分指的就是興建水庫 大部分指的就是興建水庫 興建水庫 可是興建水庫呢 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 水庫一蓋 後面就要淹沒一大片 全部毀掉 全部泡在水裡面 所以呢 老共去蓋長江三峽大壩的時候 一蓋完 後面整個淹掉 牽走了上百萬的人出去 然後有一些谷具 都泡在水裡面 都泡在水裡面 所以呢 它有一些生態 生態環保的問題 因此台灣最近 要蓋了幾個水庫 通通被環保人士反對 要蓋美濃水庫 說那裡是黃蝶翠谷 要蓋一個湖山水庫 說那裡是八色鳥七席地 反正都不行 通通不行 所以蓋水庫其實是有一些環保的問題 因為它會淹沒一大片 淹沒一大片 所以不是那麼 所以 這個是也是有狀況的 反正但是 基本上 平常所謂的 新建水利工程 就是蓋水庫的意思 但這個東西不是很困難 那麼 所以你可能 比較可以做 就是剛剛講過那個叫做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這就是所謂的乾旱的防治 OK 就這樣 請問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很好 很好